行走中原,感受厚重河南 这里是河南省一川县旅店镇的摇沟村 来这个村是因为在网上搜集资料 说村里面有一个古寺,叫清风寺 现在我已经走到了摇沟村寨门前 这个就是以前的老寨门,非常古朴 这边上有一个洞,是后面挖摇洞的时候挖穿了 在这个寨门中间,现在两边还各有一个洞 上面和下面 这两个洞是以前用来安放串门杠的 也就是防御土匪用的 当敌人来的时候,在大门后面把串门杠穿上 这样敌人就攻不进来了 刚才有点逆光,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在这前面有一座老房子 我们顺带着也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看,能看出来 这个院楼还是两进的 像是以前富裕人家的老房子 我们看能不能进去 这个古宅院并没有啰嗦 我们进去简单参观一下 参观完以后再把它关上 以前的三层石杰 这是房子上的建筑构件 旺寿 这也是房子上的铜啊 上面都带有花式的 这是主卧 或者说堂屋 这后面就是倒作坊 看上面的窗户都是木窗 刚才那个已经破了 在房前有四根木柱 这下面是住屋石骨状的 这是门槛石 这个门槛还是挺高的 这是在房子上挖了一个柜子 用来存放东西的 这个画也有年代啊 现在都是用来堆放杂物的 从这个地方可以上二楼 刚才说了 从后面看它是二进院了 从这个过道 这后面是杂草丛生 在靠崖壁的部分挖的有窑洞 我们出去接着去寻找清风寺 在刚刚那座老宅的对面 还有一个老院落 这个院落是窑市祠堂 因为是窑沟村 村里面大多都姓窑 传说他们是汤朝名相 窑虫的后裔 从侧面看 这个硬山之上 装饰还是非常漂亮的 五脊六寿 这个路 这个路两边有两棵古槐树 是国槐 枝叶泼索 已经没有叶了 这个季节 这个就是窑市祠堂 现在祠堂 大门紧闭 可能有家族的重大事情的时候 才会开门吧 这周围很多的房子呀 都是靠崖挖的窑洞 站这位置看就非常明显了 牙迫上一个一个的洞 正宗的玉溪土窑 面前的这个院落就是庆丰寺了 庆丰寺的资料是在网上搜集的 说实话来到这里 跟我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很多东西 还是要实地走访的 这上面高耸的那个楼阁 是文昌阁 也是新修的 现在我们就进清凤寺 看一下 这大门是用采钢瓦搭的 极具现代化 下面写清凤寺三个大字 进来以后 建筑相对比较简单 这有一个小狗 看牙护院 前面的大殿叫圆通宝殿 圆通是观世音菩萨的西号 所以里面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殿被翻修过 原来的确是一个古建筑 当时我有来的冲动 完全就是在网上看到了 下面的住处时的图片 当然是局部的 总共有四根木柱 每根木柱下面都有住处时 现在住处时 还能看到上面的纹理 的确是以前非常古老的 我们先看 这脚上的这个 这是一个三角的包袱脚 上面是一个龙头 雕刻的是为妙为孝的 这侧边 钓的是花式 而这个住处时 上下两部分 上面那一部分是新修的 新修的其实已经裂缝了 反而下面比较古老的 现在保留的比较好 这个同样也是 这一块像是刚掉不久 下面还有就是掉下来的蚕食 这一边也快掉下来了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三角的包袱脚 上面的龙头 清晰可见 包括上面的胡须 雕工非常的精湛 现在我们进里面看一下 这里面都是被樊修过 正中供奉的就是 观世音菩萨 两边是两个童子 这个清风寺建筑相对比较简单 这没有电名 但是里面 我们看到供奉的是 弥勒佛 是窑洞风格的 这个是秦兰店 秦兰店供奉的是关公 这就是清风寺了 这就是清风寺了